院長,以及張院長,以及各位朋友,我有一些問題,請張院長 張院長好 我想張院長在這次春節期間的高雄美濃地震,還有台南圍貫大樓倒塌的重建,獲得了各界的肯定 那作為921的受災戶,我從小生長的老家也在921倒了,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剛剛不管是陳委員或者是林委員,他們內在念之在之,希望能夠協助受災戶來解決問題的真心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你也是盡量幫忙 對,我覺得盡量幫忙之外,要將心比心,因為遙遠的受災戶對我們來講,可能只是一個媒體的新聞 可是對他們來講,是生活的問題,是居住的問題,是就學的問題,是經濟壓力 我有下去看,我非常了解 對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因為我們在這個過去的重建過程當中,這次我們也針對這個災害防救防提出了一些調整 我相信接下來可以跟行政院來通力合作,來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重建的法治 那我相信像張院長您在這個重建過程感受到的善意,過去我感受到 在什麼時候呢,在幾年前大埔事件的時候,也就是說呢,當時呢,劉振宏外手回田 那那個時候,我們跟非常多的農民,以及非常多的受災戶呢,一起走上街頭,在凱達格蘭大道夜宿 這個過程當中呢,我們也要求跟行政院長溝通,當時的行政院長是吳敦義 吳敦義在99年8月17號的公文,承諾,畫地還農,原屋保留 畫地還農,原屋保留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我們努力的去走行政的程序 不管是這個都市計畫委員會,或者是跟農委會的協調 可是,可是,在2013年的7月18號,劉振宏還是把房子拆了 他拆了張藥房在內的四戶 我想要問院長,這樣的事情你能接受嗎? 這樣的拆除你能接受嗎? 2014年的1月,司法院提出判決,認為徵收不當 當時的行政院長是江儀化,他接受了這個判決,不再上訴 可是,2014年1月到今天,有沒有去協助張家重建? 有沒有把他徵收的土地還給他們?有沒有? 依照我了解,苗栗縣政府徵收的這個土地,他是依照都市計畫 那現在張藥房的這個土地啊,都市計畫是化為道路用地 對,但是這件事情已經被判決徵收不當,應該返還,您知道嗎? 那知道,但是他的判決裡面想到的,他的這個都市計畫的這部分,土地使用的部分,他沒有疑議 他是說,徵收的程序,沒有進行實質的這個議價這樣的一個過程 陳部長,作為一個內政部長,到底你是站在財團的立場,站在開發的立場,還是站在人民的立場? 我站在法律的立場 OK,如果你站在法律的立場,我必須再跟您強調,104年判自209號,針對此案,要求再行審理 他認為說,大普四戶的徵收,既然已經違法,而且判決撤銷徵收處分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52條之一,準用條例51條52條的結果,內政部應急通知苗栗縣政府發還所徵收的土地 這個是法院判決,您說您遵守法律 我跟您報告,他講的是在這個土地徵收,他在裡面也講到 這個有不可緩緩的這個事實 那這個部分要由徵收的機關,跟當事人去協調,怎麼樣去補證這樣的徵收程序,或者是給予補償 徵收機關不就是你內政部嗎? 其實西用機關是苗栗縣政府,整個徵收的審核,整個徵收的審核,是在哪裡決定的? 是所有徵收案子是內政部合定沒有錯 但是徵收的機關是,這個需用的機關是苗栗縣政府 我們有把這個文請苗栗縣政府去協調 好,幾次 幾次我們必須去了解 好,你去了解啊 好 我覺得你說你有遵守法律,可是我剛剛就告訴你法律的判決,你們違法,你們失當 可是你為什麼不積極的解決呢? 但是都市計劃現在還是道路用地喔 都市計劃的審議也是在你們內政部啦 我告訴你,當時我們就是念之在之的去走都市計劃的程序 所以才會讓劉振宏反江一軍 你知道他去拆房子的時候,我現在不跟你講,我跟張院長講 你知道他去拆房子的時候,警察是坐什麼車去的嗎? 不是警備車,是坐遊覽車去的 你要放任這樣的作為嗎? 這樣的扶爛徵收,這樣的強拆民宅,你願意接受嗎? 第二點,接著我一樣問張院長 如果今天你蓋的房子,菜培會我在耕的田,要被徵收了 張院長,請問你什麼時候會知道你的房子,我的土地要被徵收? 對不起,我對這程序不是很熟 對,您不知道對不對?非常多的老百姓都不知道 讓我告訴你什麼時候你才知道 在內政部的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已經審議通過之後 他才會用雙掛號通知你 通知你的內容告訴你,你的房子有幾坪? 用什麼蓋的?我要給你多少錢? 所以現在有第二個問題想要請教 土地徵收的審議過程完全是封閉的 完全是封閉的 土地徵收的審議過程是火速的 我們有去調查 來自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一百零一年樹根一致第四十七號判決 他說審一個案子喔 這個案子裡面幾戶我們不知道 可能是十戶 可能是一百戶喔 四分鐘一個案子 各位 你通過的一個公文 你蓋的一個章 代表著人民的血汗耶 代表著他工作的權利耶 代表他基層的生存權耶 你覺得這樣子的審議程序合理嗎? 當然我想我們在徵收的過程裡面 我們同意我們也贊成 這個虛地機關應該加強跟民眾的溝通說明 那麼也要重視到這個 它的必要性跟公益性 對 要有必要性跟公益性 但是您剛剛特別強調的是虛地機關 不管這個虛地機關是縣政府經濟部 或者是一個大學 但是我要講的是 在你審議土地徵收的審議小組 你就應該要比照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環保署好了 環評 它的資料是全部上網的 它的審議過程是開放給這個 這個受影響 受環境影響的人來陳情的 可是 土地審議小組有做到嗎? 沒有 我告訴各位 曾經 在102年的8月20號 曾經擔任你們 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的四位委員 他們共同在報紙發表公開信 他們說 土地徵收只聽開發單位 也就是您講的虛地單位的單方面意見 為給予被徵收當事人 會同限開的機會 也就是說為什麼一定要這塊地 你來看看啊 難道旁邊不能用嗎? 第三個 審議過程 罔顧當事人的權益 沒有舉行公聽會 沒有舉行聽證會 我現在要問張院長 您覺得這樣的審議程序 假設 是您住的房子 我跟著田 要被徵收的時候 你同意嗎?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我這邊的資料 101年修正公布的土地徵收條例 已經把保護優良農地 召開二次以上公聽會 審查徵收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等等等的都納入規範 對 您講的 這個是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法 那個時候 我們跟江儀化院 那時候他是內政部長 就在草野協商去提這個 我們那時候要求的是聽證 所有的土地徵收都應該聽證 他也不同意喔 而且是內政部跟地政司不同意喔 只針對優良農地喔 只針對社會爭議事件喔 那你這樣的意思 不是就提醒我們 只要被徵收 我們就要去抗議嗎? 才會有走到聽證嗎? 難道是這樣嗎? 好 我現在要說的是 並不是這個條例 這個條例還有非常多的弊端 需要再修正 這個是後續我們要做的事 我現在要問的就是 土地徵收審議的程序 是不是應該公開透明? 是不是應該實踐落實公共利益 以及必要性的原則 是不是應該要讓被徵收的人 來表達意見? 是不是應該開放記者採訪? 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現在 所有的審議案件 也都會提前公布在網上 那如果民眾有意見 我們也可以同意他來列席 來表達意見 那麼將來如果 需要再更公開更透明 我想我們可以來研究 好 剛好今天早上跟昨天下午 我分別有跟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的委員 都通過電話 沒有 你們沒有開放 你們開放只是一個條目 這裡頭牽涉到哪一些土地都未知 我舉例 我舉例 假設是今天的某一個區域 我說要徵收 但是他的面積在哪裡 範圍在哪裡 牽涉到哪一些人 都是一無所知的 受徵收的住戶 跟受徵收的所有者 都是在你們審議小組通過的時候 才會收到資料 我要問的是這樣合理嗎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我們會公布這個案名 當然你如果說 要把每一個所有前人的名字 跟他的位置 那我想這個恐怕 有一點 技術上的問題 必須跑到個人隱私等等 您公布個人案名的時候 可不可以通知他 通知因為我們沒有他的 那個是虛地機關 你們為什麼會沒有 我們當然沒有啊 你們的地政司 有所有的地幕資料 你們怎麼會沒有呢 我想啊 那個是在 我們的資料可以互動的啊 因為 這一個這個 內政部是第二級的機關 第一級的機關是虛地機關 所以我想這個 溝通的工作應該是先在那裡 讓我念之在之的再次強調 土地徵收是內政部的行政責任 在行政一體跟責任政治的原則之下 院長 我希望你做兩件事 我希望你督促內政部 第一個 應該要去參酌人民的意見 去提出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正案 我覺得我們也願意共同來修正 第二個 應該要建立土地徵收審議機制的透明化 要保障人民在審議過程中的程序參與權 而且要確實的通知利害關係人 來參與審議的程序 這件事情難道做不到嗎 開放社會參與 然後讓這個審議小組的過程公開透明 讓記者採訪你們做不到嗎 我想更開放這個是應該的 我們也願意來研究 我現在問院長 這個我想內政部部長都講了說 願意接納這個想法 好 那麼我們問土地審議小組的這個程序 什麼時候要開始改變 給我一個時間 我們會來徵詢各界的意見 做一個 我們會徵詢各界的意見 來做調整 一個月好嗎 一個月可能我們要收集大家 兩個月好嗎 我給委員報告 兩個月好嗎 兩個月好嗎 你聽我講 兩個月好嗎 我現在承諾你沒有用 我請張院長承諾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把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的程序 這個不是原則性的問題 是技術性的問題 所以應該更快處理啊 所以我們必須要 但是你要考慮到開放到什麼程度 那我們在時間上 我現在請問張院長 如果要做比較公開的保障人民權益的審議程序 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至少我們開始討論 一個月可以開始討論嗎 如果開始的時間當然很好答應 我想我對這個技術程序不熟 我們是擔心說答應了一個時間 但是做不到 所以這個精神這個方向我們都同意 好那開始討論的時間請你告訴我 那個時候開始我們跟陳部長積極討論 在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開始 好一個月之內我們來討論這件事 那接著我要進行第二個 跟院長請義的事情 我想請問您 2015年10月1號 歐盟對台灣做了什麼事 IUU的黃牌 對 對 IUU的黃牌 對台灣的遠洋漁業會有什麼影響 這個我就長話短說 IUU要求我們修法改變一些規定 那三個 農委會已經列出三個法 我們都列在這次請立法院優先審議的法案裡面 好 遠洋漁業法等等 關於修法 我知道您剛剛也講三個法 四色漁業三法 漁業法 遠洋漁業法 還有FOC 就是跟投資經營有關的 我想請問你 重點在哪裡 有沒有符合國際規範 那就是要讓它符合國際規範 好請 跟蔡文報告 我們已經跟IUU 已經跟歐盟已經聯繫三次了 連春節都過去跟它做工作小組會議 那它十一項四個項目十一個裡面 它目前也是希望說我們三列底以前 把我們遠洋漁業條例的修法的情形 行政院假如能夠送出來的話 到立法院來 他們可以接受 所以你們承諾要送出來喔 因為據我所知 這幾次的行政院會 都沒有討論這些法案 都沒有討論這些法案 2月24號我們蔡政委也要審議 對 我們是希望趕下禮拜或下下禮拜四的行政院會 然後什麼時候會送到立法院來 立法院通過馬上就過來了 OK好 那既然能夠在三月底之前送過來 可是我要問的就是說 你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跟漁業工作者討論 你們知道嗎 在台灣現在遠洋漁業的漁船 大概有幾艘 遠洋漁業遺傳 我們應該有跟工會討論啦 因為漁業署 我們有要求漁業署要跟工會討論 好 可見漁業跟農業感覺有距離 但是呢 作為一個基層的農村工作者 我也做了一些了解 我們有1514艘 但是這裡頭有800艘 是100噸以下的 這100噸以下的集中在屏東 在琉球 在宜蘭的蘇澳跟南方澳 所以我想問 在過去這段期間 從2015年10月1號到今天 你們有到屏東到琉球到蘇澳 去跟基層的漁民開過工廳會嗎 我跟委員報告 沒有 因為這個都是漁業署跟工會 那他有沒有到地方去開工廳會 我要了解一下 那您認為 需不需要跟地方去開工廳會呢 還是要啦 對 尤其我們透過漁業團體 希望漁業團體 因為養糧業大部分都是比較大的 我們希望透過團體也更溝通 遠洋漁業有大有小 我們賣到歐盟的坦白講是比較大的 但是我們賣到日本的是比較小型的 因為他喜歡我們的鮪魚嘛 所以有不一樣的差別 那既然你們說3月底要把案件送到立法院 我想請問你到屏東到琉球到蘇澳去開工廳會 你答應幾場什麼時間去 我想說明會我們可以馬上辦啦 馬上辦 對 說明會 是說明會嗎 不是 因為你現在開 為什麼不是公廳會呢 為什麼不是去傾聽基層漁民的心聲呢 是 我們先辦說明會 那漁民的意見我們會反應 將來一併送到立法院來給委員大家參考 我必須跟您說 我認為立法最大的憂慮是 是 資訊不對稱 也就是你在台北在博愛特區 把法案寫得漂漂亮亮 但是受影響的居情愚民一無所知 將來他們做不做得到 他們會不會受罰款一無所知 所以在你們的法案要擬定之前 就應該要到我剛剛講的屏東琉球蘇澳去開工廳會啊 不是只是去講一講說你們的未來要做什麼事啊 你們要去親他們的意見 去思考我的法律應該怎麼樣調整不是嗎 跟蔡委員報告 那時候陳寶基助理是要求雙管旗下 一面要送過來 一面要去開說明會 因為這個旗程是歐盟規定 三月底以前一定要報出去 六個月嘛 從去年10月1號到今年三月底就六個月 你不報的話 他如果給你紅牌 那我們所有的以後戶都不能進港 但是 歐盟就有70億了 我瞭解 我瞭解 歐盟4月1號如果我們無所作為的話 他會給我們紅牌 如果是紅牌 就代表我們遠洋漁業不能消亡歐盟 而且紅牌的影響還非常嚴重 既然你提到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 歐盟 這是漁業署提供給我的簡報喔 讓我們很簡單的來看 他說如果六個月以後我們沒有改善的話 我們會從黃牌變紅牌 同時呢我們的所有漁產品會遭到全面禁止 這個時候我們想的可能 那損失也不過70億啊 不對 因為歐盟會透過它的影響力 要求相關國家禁止我國漁船禁港 印度洋主要港口 摩尼西斯 泰國的普及 太平洋島的北濟等等 都會影響到台灣的洩售跟補給 所以會影響我們全部的遠洋漁業的產業經營 它有很強大的連鎖效應 因為我相信如果歐盟敢真的對台灣發出紅牌 那也代表著台灣沒有任何改變的做法 所以連帶的也會影響美國跟日本對台灣的影響 這份簡報是與夜署提供的 這份簡報在院裡面報告我也看過 對 那我要說的是說 如果你只是立法只是行事 你要在意的是執行的成果 我簡單的來講比如說我們有觀察員 一樣是與夜署的資料 希望能夠有130名觀察員 現在編的有幾個55個 怎麼辦 跟委員報告這個改善方案 行政院已經核定了 包括觀察員 什麼時候做得到 我們當然剛剛委員看到的是三列敵對不對 那我們最近的溝通經過三次的溝通以後 歐盟他也同意 三列敵看我們的進度怎麼樣 那進度他目前是 如果我們三列敵能夠把法案送出去的話 他們是答應再延六個月到九月 到九月 但是這個中間當然我不是說一定延到九月 我們十一項工作都要做 剛剛這個法案只是其中的五項而已 另外還有管理的問題 還有國際合作的問題 有四個大標題都要做嘛對不對 那我們十一項都在檢討 包括我們的電子的那個一夜日記 那這個我們都有規劃經費要補助 那包括我們沿進海的也要做 那在整個25億的健全發展裡面 因為你們的核定 我們現在會按照這個來推動 您認為25億的健全經費夠了 夠不夠我覺得我們可以再討論啦 不過您剛剛也特別強調 就是說除了立法之外 還有很多的輔導措施啦 這個也是我特別要強調的重點 因為剛剛我特別強調 在這裡頭有800燒是100噸以下的 不管您說的要裝VMS啊 E-logbook啊 這個對張院長曾經主找Google 這很簡單嘛 但是對漁民呢 他知不知道怎麼操作 他知不知道怎麼運用 你們對基層漁民的輔導措施 現在對基層漁民有兩件事 一個是在立法之前 是不是應該去開公聽會 第二個你的輔導措施 可不可以具體的讓我們知道 是的 跟漁民報告 其實我們這個裝這些措施 是兩個學校目前在開花嘛 我們都已經招標完成了 事業會出來 那出來以後 我們就會到各地方去輔導移民 讓他了解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都有補助 所以這個部分 推動應該都沒有問題的 呃 對於你來講 我們有一個我們上個月 一月才核定農委會的一個 強化國際合作 打擊非法漁業的計畫 這裡面都包括您剛剛講的 上個月15號核定了 裡面有經費有二十幾億 過去半年的時間 將近半年的時間 2015年10月1號就希望我們做 可是我們卻拖延到上個月才做 然後我們現在在拖延的過程 唯一能夠在3月31號做到的 也就只有立法 其他的具體措施 其他的輔助基層農民都沒有做到 各位 如果歐盟真的要跟我們發紅牌 時間還有幾天你知道嗎 只有41天耶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承諾我們 在這41天 你要去基層做什麼事情 不要再告訴我 我有什麼法案 我有什麼法案 如果有法案在這裡 訴諸高格沒有實際執行 等於還是沒有改變遠洋漁業 沒有協助基層漁民 先前我的了解漁業署有跟工會 漁會還是工會 工會有溝通 那溝通到什麼程度 我請主委回去馬上了解 不夠的部分 而且我們推動 我們是11項都要推動 到三類底是11項都要寫出來 不是只有針對法律的五項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跟我們報告 因為是漁業署在推 我回去了解以後 我們可以把實際上的細目 包括漸渡 包括到三類底 又達到什麼程度 我想我們都可以提供 因為這是公開的資料 謝謝你們 是不是公開的資料 我必須要跟你們講 這所有的資料 我們跟漁業署要求的時候 他也是不願意提供給我們的 我實在是不明白 這個漁業署 他的所思所念是怎麼樣 我認為海洋是浮動的領土 海洋是我們的第二故鄉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思考海洋漁業的時候 絕對不能節擇而餘 我們要想的是怎麼樣保育 怎麼樣養護 這些事情你們有什麼作為 跟委員報告 所以我們惠離 目前就是有水釋手 因為尤其是 你們是做實驗的 不是 要做調查 要做調查 不是做實驗的問題 現在就是資源的調查 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尤其是我們沿進海的資源調查 現在是有水釋手在辦理 那資源調查出來以後 是有水釋手 要去考量 因為除了我們是掩量的 譬如說秋刀椅 那些跑到北太西洋 或者是跑到印度洋那邊的以外 那對沿進海的漁業資源 因為沒有先調查的話 你後續的保育等於是空的 所以這個工作都在進行中 我可以跟委員補充一下 那個海洋委員會 主改已經通過了 主改法案已經通過了 預計今年7月會正式成立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 會是海巡署把它提升上來 但是成立海洋委員會以後 好像是一年之內 海洋保育署要跟著成立 對 這個是中央部會的調整啦 那我要說的是就現在 因為漁業署的 對於漁民的溝通 您剛剛講是去找工會嘛 那我想請問 在這個遠洋漁業法 或者是漁業法的修正的過程當中 你們有沒有找環保團體消費團體 共同來商議呢 這個部分我想很抱歉啦 因為整個計畫過程是我們沙戶主委 然後督導漁業署在辦的 那這個工作是很緊密的很快要很迅速 那個報告委員我想那個 因為陳主委從副主委 那個陳寶基 主委回學校 接的時間不長 然後另外原來漁業不是歸他主管 我請沙副主委 盡快去跟您辦公室了解一下您的顧慮 然後做到什麼地步 什麼地方有缺失該補的 您給他建議我們都趕快辦您 好 謝謝張院長 我相信面對去年11月發出黃牌 以及4月可能會有接到紅牌的壓力 我覺得我們確實是要建立漁民的權益啦 而且要符合國際規範 同時我相信 為了顧及基層漁民的需求 我們必須要有完善的輔導措施啦 同時讓我再一次強調 保育跟養護是生生相惜 海洋是浮動的領土 海洋是我們的故鄉 好 接著我想請大家來看一個圖 這一張圖在哪裡 或者是說你認為這一張圖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您有看到什麼異狀嗎 你說右下角那一堆看起來像垃圾的東西嗎 對 那您知道看起來像是一個湖泊 它原來是農田嗎 它原來是農田 而且它遭受了 這個沙石的濫乏 接著是廢棄物的侵入 雨季來臨的時候 這些廢棄物除了右邊左邊 這個也是這個綠色狀的 它會影響地下水 而且如果它有重金屬 還會直接沖刷滲入地下 造成地下水源的汙染 甚至於有一些廢棄物丟棄的地方 會隨意焚燒 造成空氣汙染跟環境問題 這些問題串起來 影響的人是誰 謝謝委員 我想這個就是 過去談到的爛採殺死以後 用土地改良的民意去填 櫃棄土 我特別講 它影響了全民健康跟食品安全 還有農業問題 所以食安農安環環相扣 我希望張... 好 謝謝蔡委員